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晒个太阳 我刚拉了一下 发现很多公园都有非常多的老人 有外傭推出来 那我就停下来看的时候 有个老人跟我讲说 你是不是常盛电视那个小董 我说是 我说我也在做电台 他我等一下一定要听 你讲得太好听了 怎么声道 我说可是我在骂人 他都骂得好 那些人就该骂 小董骂人常被告 老人家可能不知道 今天上午 有个判 有个判决出来 不能讲判决 台北地元署 有个判决 这个不起诉 储恩书是不起诉 不起诉什么 有人去告朱邪恒 大家知道朱大 大家叫朱大 朱大当然很好 那我是叫他邪恒 因为他过去都在我节目 可以说从我节目上 这样起家的 那他在网路上其实很有名 读大学的时候就翻译了一本书 这本书也很有名 那时候没有人想到 已经过了90年的书 还有人翻译出来 怎么生动 这本书叫做《魔戒》 后来拍成电影了 各位朋友 朱学院翻译魔戒 练大学 是 各位他是神童 你们不知道 那 朱学院高宏安 高宏安 是那个 郭台平的爱将 可是挂在 台湾民众党的 不分级立委 一直选 他是当然 当然是科技界的人才 那他不分级立委 然后还有一个黄伟翰 黄伟翰是我徒弟 大家也很清楚 过去在东森政治组的组长 跟我多连 那 他们三个 因为上朱学很 网红的节目 然后唱歌 用《李游经》那首歌 《李游经》 《李游经》那首歌 把它改成 塔利班 立错塔利班 结果被人家告 台北第三组查了半年多 说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讲谁 谁 那 那你怎么可以告呢 告他那个人 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说 他骂我们立错 立错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你叫什么名字 他有讲出来啊 没有 所以当然不会成立 其实这是常识 大家知道在常识 不会成立 因为你告他妄碍名义 你有什么名义被妄碍 他又没有 没有讲你叫什么名字 说你是立处 对不对 有讲你的名字才有 其实这是法律常识 我讲这样 我有时候讲 因为民党他本来就是 他就是要骚扰你 让你跑法院 你懂不懂 告了他也不用缴一毛钱 那你就要去跑法院 他们用这一招 偏偏台湾司法 检察官很喜欢 他们就是帮民进党 在投资磨粉 民进党选举靠什么 靠媒体网络 这是一种 然后再靠司法 我讲就是这样 台湾为什么选举 他们会赢 我等一下来分析 整个国际局势 跟民进党这些 各位听了一定会觉得 真有道理 没错 我希望我 刚刚碰到的老奶奶 你听到了 你也跟你周遭的 一些亲朋好友 请他们订小董 订小董 你现在有智慧型手机 只要订我们 98新闻台 小董真心话 你把它订阅 随时想看就可以 我讲的东西 百分之百是真 而且 你都可以用来做对照 那你同不同意 我都没关系 因为我讲出这些观点 我不会强迫你要接受什么 但你可以去想 这讲了有没有道理 有的话判断在你自己心中 对不对 我讲这就很道理 今天上午 最高法院 驳回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什么 这个案子是 宜兰地检署 要生压林 之庙 的女儿 对不对 他女儿不是前 上个礼拜五 小董讲 你看嘛 小董信如你讲 又隔了一个礼拜了 上个礼拜我会讲 你要把他生压嘛 生压他女儿 说他女儿 罪行重大 然后 生压了 有没有 没有 上个礼拜我就讲 哎呀 生压不成 40万交保 其实本来就在我 判断之中啦 因为妈妈80万交保嘛 那女儿五保请回 宜兰地检署 不爽嘛 停怎么开 五保请回 就去 宜兰 等于说 宜兰地方法院的上级 叫做宜兰高等法院 不就台湾高等法院嘛 那要求说 应该 把宜兰地方法院的 的判决 把它 把它 否决就是了 那高等法院 就再发回宜兰 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那位说 给你一点面子啊 所以妈妈80万 女儿40万 继续交保 宜兰地检署不爽哦 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又再次的申请 刚刚又被驳回 高等法院为什么把它驳回 说你那没道理 你讲 你讲东西根本 根本不对 你说有个蓝色的 行李箱 怎么样怎么样 里面是什么内容 你也讲不清楚 你就是为了压人 其实 高等法院做的不是为了压人 是为了选举 宜兰地检署是为了嫌疾 梁光宗 主任检察官 过去就是起诉马航九升官的 他本来是检察官 后来就升主任检察官 各位朋友 我讲台湾最可悲的都在这里 最可悲的就是司法跟媒体 都是小董讲的重心 我讲这个 有时候很多朋友都替我担心 你漏到这些检察官法官手上怎么办 我也不晓得怎么办 我只能尽量讲 我老实讲 各位你听我这两天在讲梁又祥的案子 梁又祥被检察官李明哲把他起诉 说他 我一照标签 把购旗的包一罐什么 都拿进卖给那些大饭店 然后讲说我哪知道 那时候气得半死 然后觉得台湾市太烂了 那他很多亲友 他的阿姨 幽婷 就说你都被起诉 后来阿姨过世了 他觉得很不舍 很那个 因为这个阿姨从小养 等于说对他非常好 那 结果呢 在李汉中律师的协助下 说这个根本不是嘛 帝国道太多嘛 检察官李明哲是为了怎么起诉你 因为你是台湾实神有名 对不对 那我起诉你 结果这个人就得奖了 得了卫福部奖 哎呀你看 哇你看把那些不孝的 食品内者都抓出来 这个李明哲好厉害颁奖 接受陈时中颁奖 结果呢 人家判无罪啊 你要不要把那个奖交回去啊 各位 我讲的是一个道理啊 是不是 你那时候因为这样敲楼打鼓 把他抓来 苹果立报头版 哇各报头版 哇梁又祥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呢 结果他无罪 一审如罪二审如罪 这种检察官 李明哲 好不好笑 梁光宗好不好笑 各位我讲哦 我有时候在台湾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很生气 因为 像我常常是被告 我要出法院跑检察署 不要平常啊 你一般小老百姓 对这个是吓了半死啊 吓了半死啊 对不对 然后你要去的话 你今天的工作怎么办 你本来好好在工作 今天要去 你今天的工作就泡汤了 也没有人会赔赏你 那最后呢 经过了很多纠缠 最后没有罪 或不起诉 那就达到骚扰你 恶整你的 的目的了嘛 民进党的支持者 最喜欢搞这一套 民进党是一个台奸党 民进党这个党 就是一个假台独 真贪污的台独狗 大家知道 我讲这个话很有 很有新闻来源了 讲这个话的人 不是我我创的 讲这个话的人叫馆长啊 假台独 真贪污的台独狗 民进党是假台独 真贪污的台独狗 所以我上很多节目 我讲民进党执政这个目的 为了捞钱啊 就是为了捞钱 捞钱贪污嘛 各位就知道 他们干的是什么勾当 我有时候讲 非常感慨 今天上午蒋万安在立法院执行书贞昌 他问了问题很简单啊 王美花说一年之内不 不会再停电了 不会再到 不会再停电 拜托我 昨天 昨天我住的板桥那里都停电了 当然没有停到我 但是 文化路又乱了 那边就停电了 几百户都停了 南部那些又再停了 各位 这种端端细细停了 然后王美花说什么 王美花就说 这就好像自来水 水管泡了 有水啊 可是水管泡水输不到啊 他说我 我没有那个啊 对不对 我没有 我 我说电部位不够啊 电是够 可是传不到啊 各位朋友 对老百姓来讲 这个是不是太狡辩了 太狡辩了 他是台大法律系的 跟他老公同班同学 他老公就是顾立雄啊 各位朋友 这些人很会不会讲话 苏贞昌台大法律系 是他们的学长啊 今天蒋婉安 蒋婉安 他当然也是练法律 他在美国有 美国的律师执照啊 但是 但是他今天问啊 他说 那苏院长你能不能保证 你能不能保证 不再断电 不再停电嘛 这是很基础的 苏贞昌很 很生气耶 你能不能给个承诺 苏贞昌很生气耶 他骂蒋婉安啊 苏贞昌骂蒋婉安是什么 你祖父都承认要航空大陆耶 苏贞昌自己搞错了啦 因为他直接的认为 蒋婉安的祖父是蒋介石 不是 蒋婉安的姐夫 的祖父是讲经口好不好 苏贞昌大概很生气啊 又被人家逮到这个 那王美花现在有个绰号 叫小鸡排妹啊 他说要请 前台湾大家吃鸡排嘛 他说如果在停电 他请台湾吃鸡排嘛 因为那时候郭台铭说 在公投没有够的时候 何事公投没够 郭台铭说哎呀 明年啊会大 台湾会开始 开始电不够啊 会停电啊 王美花说如果有的话 我请前台湾吃鸡排 所以现在很多人 跟他要鸡排吃 那他说我是有电 输不出去 并不是缺电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独法利系 这些律师的语言很厉害啊 可是哦 苏贞昌呛 蒋婉安 你祖父还是要航空大陆的 苏贞昌搞错了 但是我告诉你 苏贞昌的祖父啊 欢迎大家赶快去上网 他祖父跟他 跟他赎工 两个人干了什么勾当 在日本人进入台湾的时候 干了什么勾当 各位可以去上网 一个叫苏银英 白银的银 英雄的英啊 然后一个叫苏银梯 楼梯的梯啊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你写苏银英 苏银梯都可以 然后写一个爱国知识 叫林少猫啊 你知道过去抗日啊 台湾抗日 那时候的台湾人 有气劫有风骨啊 日本 在甲午战争 逼迫 满清政府割让了台湾 进来的时候 都受到非常大的抵抗啊 那尤其 尤其那些客家的朋友 那真是好汉 让人家 非常缅怀啊 我真的讲 那当然其他的汉人的 也是非常强汉 后来 后来有一批 台湾人啊 想说 想说就不要 因为日本是船舰炮力嘛 因为他是枪嘛 你根本很难跟他打 那我们客家 那边很多的朋友 非常中意哦 就跟日本人对抗 那当然最有名是江少祖 介绍的少祖先的祖啊 大家可以看到客家那边 他们是有钱人啊 有钱人还愿意对抗日本 你就知道 那很多 也有很多人就 卖台求荣 台奸一堆啊 我刚请各位上网的 各位都可以自己去看看 就是说 因为这不是小董的主题嘛 那我告诉你 过去抗日还有三个很有名 他们的名字 上面都有一只动物啊 一个叫柯铁虎 哇像 像铁一样的老虎 各位朋友 一个叫剪大师 哇 一个大大的狮子 好凶哦 然后一个是 林哨猫 大家知道猫嘛 小董那天讲到猫 都很生气啊 很多朋友说 那你很爱猫 你是不是养猫 没有啦 我拿养猫 没有啦 我只是看到那个 猫被绑在口袋里面 丢到垃圾桶 垃圾车 看得很生气啊 不过那个发生在法国 那 因为你那丢到垃圾车 垃圾车就会把它压缩 就会压死 那个非常残忍 那个根本就是畜生中的畜生 但是你可以看到 国内国外都有这种 台湾畜生特别多 那立处塔利班去 告了猪学人输了 好 那我讲哦 苏贞昌去讲别人主妇啊 我也欢迎我们朋友 大家去看看 苏贞昌的主妇干了什么事情 林哨猫 在屏東那边 被人家出卖啊 被人家出卖 抗日 你被 抗日被出卖以后怎么样 你知道台湾哦 很多人抗日 哦 那抗日哦 里面死最多的是 宜清芳啊 哦 他是在台南 你看台南人都标案了 宜清芳是个 日本警察啊 出来抗日 这个案子也叫西来安事件 东西的西 哦 来来来去去的来 安啊 就是哦 安就是尼姑庙那种安啊 哦 那西来安事件 各位都可以上网啊 哦 因为我今天的主题 不是在讲抗日 哦 那台湾有非常多人是 非常 非常爱台的 可是也有很多人当台奸 这个世界最不公平的是什么 台奸的后代 现在在台湾 哦 都是很有名 大财主后的 他们并没有受到报复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里面有个很大因素 因为中华民国保护他们了 那时候 二次大战以后 哦 你如果这些是 依护日本人的 那 那你就要 遭到很大的报应了 可是中华民国保护他们说 他们是 满清政府 把台湾人割让给 日本 所以他们是受日本 胁迫的 他们 他们 他们是 属于战胜国 各位听懂了吧 所以他们是属于战胜国 不必受到 报复 战败国 无条件投降 台湾受到报复 各位懂了吧 所以日本 受到报复啦 你以后不准有军队啊 德国受到报复啦 对不对 大家也看到 德国柏林围墙什么就有 然后哪些人 哪些重大的官员 或军事的官员 被判死刑 抓去枪毙 大家看 日本人一样 他就会 会有这样啊 所以台湾始终 受中华民国的保护 那大家看到了 哦 这一幕哦 你就要想到 其实现在全世界 的新闻 都放在哪里 都放在俄国 哦 还有 乌克兰 哦 那 你 你所有看到这东西哦 会觉得说 哇 这战争 这是 残酷 没有说 哦 今天 十六天啊 你看到 看到死很多人了 哦 那 很多小孩 看了都很不冷 哦 因为生命的流逝啊 哦 那 俄国当然很凶 很残忍 普丁当然是个俄棍 对不对 那 今天你 认为俄棍 不会打你吗 你就一直去 剥疗他嘛 去戏弄他 跟他吐口水嘛 跟你不敢嘛 对不对 甩他巴掌嘛 你不敢嘛 你敢打我吗 我背后有美国 结果他真的打你了 然后再来说 哎 全世界都没有管我 没有人去检讨哲伦斯基啊 小董检讨他 马上就被冠上 哎 亲了 亲了 当然啦 民进党养很多狗 在我的节目上 到处散播谣言 然后就讲他们了 结果我重视的是生命 俄罗斯跟乌克兰 两边都不是好人啊 我跟各位讲一个 最简单的观点 你可以做对照 小董讲新闻 一项用对照 台湾在乌克兰 有没有办事处 没有 台湾在立陶宛 有办事处 没有 我们有没有 去要求过 给我们设个办事处 让我们的生意人 可以来做 有 他季节啊 我们还派很高的官员去 还被他羞辱 有这官员我认识啊 讲出来实在很丢脸 希望乌克兰给我们设办事处 对不对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跟美国一样嘛 他季节啊 我们的办事处设在哪里 设在俄罗斯啊 俄罗斯对你比较好 还是乌克兰对你比较好 各位 你用简单的道理来讲嘛 俄罗斯给你设台湾 经济办事处 我们消去俄罗斯的贸易 不大百分之一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不怕他制裁 是 我们不怕他制裁啊 那不怕他制裁 他干嘛给你设办事处 因为他对你比较友好 我讲比较友好 大家听懂 乌克兰有没有给你设办事处 没有 立陶宛 以前有没有给你设办事处 没有 我们的办事处设在哪里 设在立陶宛隔壁 那个国家叫拉脱维亚 他对你比较好 对不对 拉脱维亚对台湾 比较好 你在爱沙尼亚 在立陶宛都没有设 各位懂了吧 我讲这东西 我就告诉你 一点点的外交的常识 很多人 受民进党那些人的骗 民进党是一个台奸党 民进党就 卖台之外还在捞钱 就是 假台独真贪污的台湾狗 就是民进党 那大家可以看到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 把它拿出来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 它是很明朗的 那我们台湾 这一次为什么会被讨论那么多 说 那如果战争怎么样 像我 小董我常常碰到战 人家问我 因为我是金门 他讲战争都怎么样 我都要安慰他 不会啦 不会 不会打 不会打你要有防备 对不对 万一呢 乌克兰那时候开始很多人认为不会打 俄罗斯怎么敢打 背后有美国 全世界会抵制 那你每天跟我吐口水 每天跟我甩巴掌 在我头上拉死拉掉 我要不要报复 你今天碰到他是二棍 那他万一打了 你认为他不会打 他 火大就打了 对不对 打不打就一战之间啊 那打了以后怎么办 打了以后就开战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说 哎 他们打得好慢哦 你怎么不行 你怎么晓得这不是普丁的战略呢 普丁有公开讲过 我几月几号要攻下基辅吗 我几月几号我要征服乌克兰吗 那我公开讲过吗 我们台湾哦 你在这些恶乌的新闻里面 多数是假的 我我我我看了我就明白啊 多数是假的 那多数是假的 你如果没有去抗恶 你就是亲中 在台湾就是这样 对不对 各位我们现在 整个世界都这样 天天要人家表态啊 这些所谓的民主先进国家 天天要人家表态啊 各位你 请问自由的世界 我可以不可以不表态 可以啊 慕尼黑 慕尼黑的首席指挥家 这个人 全世界非常有名啊 他是俄国人 他也认识普丁 因为他成就很高啊 他叫葛继夫啊 慕尼黑当即 二国当即说 你没有表态还普丁 把你撤职 可以不可以 各位大家讲讲民主 讲讲人钱嘛 等一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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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来等给我看一下哦 好 有个今天有要上其他节目吗 今天应该有 应该是两点 刚刚有跟我讲要上大白话 新闻大白话 新闻大白话 大白话 不过我等下再确定一下 有两点 OK 2点 上56台 各位朋友 谢谢 是谢谢 好 刚刚我们是到 有陈志飞 是志飞 谢谢志飞 谢谢 还有 杰森润 杰森润 刚刚也亮过 他说他第三次 来看董哥现场 来抖捏一下 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太感谢了 然后Kevin Kevin是新加坡的朋友 他常抖捏我 很感谢 他说有董哥的地方就有精彩 台湾媒体国保 不敢 不敢 就是我讲东西都是用对照的 那 家虎 洪家虎 洪家虎是谁 每天都来抖捏我 他认为那些司法打手 非常可恶 没有错 真的就是这样 叶建坤 那 叶建坤说董哥今天 过来抖捏一下 非常感谢建坤 非常感谢老李健 这个我不想订news酒吧 只想订小董该怎么订 没有办法 因为YouTube它是 只能订一个频道 我们就是酒吧新闻台频道 小董真心话是我们其中之一的节目 没有办法单独订阅一个节目 这样 就是订阅一个影片 对没有办法 对 对比较可惜 是是是 Legium 对不起 然后 静静 谢谢静静 他从新加坡抖捏我 非常感谢 抖捏一大笔 很感谢 是 OK 欢迎小董真心话 二国跟乌克兰的战争 乌克兰善于用媒体跟网络 大家看得很清楚 西方当然都亲 都亲乌克兰 那很多东西 那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违背他们长期讲的价值 这价值是什么 民主 人权自由 十天前 现在打仗第十六天 十天前 那时候我没有讲 因为全世界毫无反应 慕尼黑交响乐团 全世界非常知名 他的首席指挥 叫葛继夫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我们翻作葛继夫 救济的继 夫人的夫 那葛继夫 因为他没有表态还普丁 因为他认识普丁 他是俄国人有成就的 当然 你有成就的总统就认识你 很清楚啊 你没有公开反对他 所以 把你的 指挥 解职 哈哈 让你没头脑 各位朋友 这个叫做民主价值 这是德国 德国在欧洲里面是领袖 大家可以看到了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全世界已经 已经不成人形了 现在全世界已经 因为一场战争 这些年来 大家都已经 没有人性了 大家不讲人性了 都在保护自己 然后都要求别人你要表态 过去台湾险级也常这样 对不对 小董常要被逼 你必须 必须要怎么样 你必须要怎么样 我为什么要怎么样 你谁啊 你可以指挥我 现在泽南司机用情绪勒手 这个专有名字叫做情绪勒手 要勒手强生 叫英国说 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 跟美国讲 你必须给我把天空给我限制 不要让俄罗斯的飞机经过 你谁啊 我没有谁啊 我是全世界第一网红 我天天指控你 你没有的话 你就会被你的国民 你的人民就会指控你 拜登范董 哎呀强生 没种 对不对 各位你既然看到 我们现在全世界都一堆人在逼人家 你必须怎么样 必须怎么样 这个叫情绪勒手 一个真正的自由世界 任何人都可以不表态 我要表态什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叫我给我就给 大家看看 我们主播第一条新闻是什么 台北市议员林有帽 说柯文哲既然请 大陆中资的高层 他说里面有很多非常高层的 居然不提供给议员 柯文哲我懒得理他 你看好不好笑 柯文哲懒得理林领梦 为什么 因为林领梦被认证是冠老板 他把五个助理解职 助理要请假 女生的助理要请生理假 他要人家拿证明 他很多不合理 结果他把五个助理通常解职 因为新闻闹很大 每个媒体 很恶心的写他 台北市美女艺言林领梦 因为他是太阳花的 怎么样怎么样 老实讲哦 你看了那新闻 那助理是很不值得 太阳花每天在讲一堆什么价值 自己做得到吗 自己有做吗 没有啊 为什么他们可以 这么嚣张 这么那个 因为他们掌握媒体 他们跟哲伦司机一样啊 他们跟香港反送中一样 他掌握媒体 掌握网络 所以他们如果讲的东西是假的 假的 哇大家就认为是真的 跟反送中一样 现在反送中 香港有一个叫 他们出了一个纪录片叫 时代革命啊 哇 蔡英文去看 苏贞昌看 哇赖青者看 哇都说怎么样怎么样 那东西 那东西 不叫新闻啊 不叫纪录片啊 他们反送中在里面杀了人 为什么不敢写 为什么不敢报道 小董指正丽丽啊 用砖头把人家活活砸死 为什么不敢报 假的嘛 太阳花报了多少假新闻啊 每天鬼扯 太阳花那时候 然后说我们哦 一定要求 要求什么 要求以后 跟对岸谈判一定要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一定要完成 请问太阳花到现在几年了 2014年到现在几年 现在2022年 八年了 各位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已经八年了 请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现在在立法院有在审吗 有人提案吗 有送疫毒吗 没有 我就是用一个漂亮的语言 我先骗了再说啊 这种疫情渣然 一堆畜生 八年没有人审 太阳花成立的政党 已经当两届了 民进党也支持啊 民进党够办数啊 各位你知道立法院有多少畜生吗 你去看看啊 你看立法院有多少畜生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请各位记得这八个字 他们要 我们 以后两岸了 一定要先通过这个 哇 讲说把它讲成当务之急啊 各位八年 连提都没提啊 各位你今天知道台湾 为什么小总每天在骂人家出声 因为出声实在过多啊 不是吗 然后柯文哲很气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哇 柯文哲也很气 最近在标电视台 从49台到56台都是立的 没有 到54台啊 52台已经被关了 但是52台现在因为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没有 有些地方就放华士 很好笑啊 那我讲哦 你看这东西哦 看了很气啊 为什么很气 柯文哲最气啊 就被修理成这样 柯文哲在2014年 就太阳花那一年 那一年哦 因为 民进党 跟柯文哲跟亲民党合作 选台北市长 他们是 那在里面呢 放多少假东西啊 对不对 假东西啊 怎么别让盛文不开心 是假的啊 他们就一如啊 好像把联盛文弄成一个妈宝 那最后证实是假的啊 两年后 眼见杂志要去做专题 去追踪发现说 啊原来这是假的啊 那个主编自己还写一篇文章 他说他还以为是真的 两年后他才知道是假的 柯文哲说 指控啊 联盛文 你到我的敬人楼墓装窃听去 假的啊 自由时报头版 哎呀台湾水门事件 记不记得 各位朋友 有谁跟联盛文道过歉 柯文哲有吗 你们那时候民进党 然后跟那些绿色媒体 每天在造谣 就好像现在哲伦司机 全世界媒体在帮他造谣 我不是讲都是假的 但是里面太多假新闻 一看就知道啊 一看就知道这是常识好不好 美国突然讲 厄国哦 他的精锐 他不对二十万哦 现在至少还百分之九十五 都很完整哦 要很小心 哎 那你前几天都讲 俄国被你们打得戏巴烂吗 被乌克兰打得戏巴烂吗 对不对 哇 俄国你看我要摧毁了 什么什么 每天在放这个新闻 那不是你 怎么你今天又讲这样 啊我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俄国人被见面了 一万多人怎么样 大家都在 都在鬼扯 因为你现在 大家不了解 普丁到底在想什么 对不对 坦克车六十四公里 明明可以 可以开始炮风 几乎他就不炮风 他已经在那边快十天了 那大家想说奇怪 他到底在卖什么药 不晓得啊 因为他本来 他本来就是恶棍 可是他反而也就是让你高深莫测啊 那他乌冬还叽叽在打 我自己的判断啊 乌冬这里 因为乌冬这里 这些是乌克兰的精锐部队 过去专门在消灭 卢冠刺客跟对内刺客 这两个被 等于说投票宣布独立的 这两个地方 被他杀了一万多人 所以乌克兰的这些精锐是比较精锐 比较会打仗 有实际作战经验嘛 俄罗斯打算把这些 这些人把他见面 要把他见面 因为过去你们就是凶手 我自己判断是这样 那当然了 现在已经打的其实是差不多了 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媒体 都被封了嘛 那我讲 有时候在台湾 你看 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的做法 就跟我们的太阳花 返送中 他们这些手法是一样 为什么 他善于利用网络 用媒体 那西方因为 讨厌普丁嘛 他们恐共嘛 他认为你们就是共产党嘛 不晓得苏联的共产党已经解体了 现在叫俄国啊 叫俄罗斯啊 他们完全不晓得 那可是他们那种情节还在啊 所以苏联都解体了 他们一直扩大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当年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是要对抗苏联 苏联有15个国家 最大的是俄国 然后乌克兰 波兰 然后匈牙利 兰斯拉夫 然后立陶宛 大家看了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大家可以看 白俄罗斯 就这些 总共15个 俄国是里面最大的 那俄国那时候的总统 出来反对苏联 这个人叫艾尔钦啊 大家记得吧 我不知道讲历史 我只要告诉你说 俄国跟乌克兰过去都是苏联体制下 里面两个比较大的国家 那他们的工业很发达 尤其金氏工业 那俄国去协助各个那些国家 尤其是乌克兰 乌克兰过去是很落后的 他是波兰过去的殖民地嘛 所以把他扶持成是个金工 金氏工业的大国 然后他就很强大 包括他有核武器 他能够做那个潜见 那是在那个年代是不得了的 那我讲这个之后 回溯一下历史 很多人不晓得 他们现在变成很会运用媒体 所以媒体每天讲 哇谁谁谁怎么样 他们今天讲我们已经打架 今天他们乌克兰咯 我们打下十 今天就光今天就打下 十架俄国战机 哇好厉害 那你们的战机这么厉害 根本就不逼那个 俄国都经不起一局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已经大概有两百五十万的人都往外逃 你们都打赢了 这老百姓不要走啊 老百姓在留下来啊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大家准备面包美酒 欢迎 对不对 欢迎王司 凯贤啊 凯贤归国为什么 膳食胡江啊 不是吗 为什么大家都在逃亡 说赶快逃 说二国人不给我们逃 现在有七条人道的走廊要要给你逃了 为什么大家要逃 所以很多东西是矛盾的 我讲这个不是说要谈呼二方或乌克兰 我小董所讲的东西只是在告诉你新闻里面很多假的 新闻里面很多是记者在弄的 譬如讲昨天林之庙 林之庙跟侯友宜 他昨天跟侯友宜 他们共同有一个宴警 宜蘭跟新北 结果记者 记者就当着侯友宜跟林之庙 他们两个记者会提完了 记者就冲上去 麦克风就堵上去 要林之庙讲 宜蘭地检署 再次抗告你女儿 要把你女儿收押 你有什么看法 各位 你说记者这样做好不好 我觉得没有不好 但是这个有些故意啊 是不是 那故意是怎么样 等一下回来解释给你听 好 谢谢 来看一下哦 我们刚刚到 静静 刚到静静 是 静静在这里 是 好 那他上完也这个 是 咖啡拉鐵 咖啡拉鐵 是 他有 他有抖那个我们 久久抖一次 支持董哥正义自身 那 觉得乌冬是最可怜的 他们想要民主自由 但到头来 被打被杀 没有错啊 对他们又打又杀 杀他们小孩的是谁 就是乌克兰军队 全世界没有人吭声啊 就是 我讲的公平或不公平 都在这里 然后 缺位 公 那陈先生 新加坡的陈先生 他又来了 担心 担心 感謝 魏仙加坡 那 他说 董哥政府好 支持你 感謝 担心 陳先生 謝謝 然後 楊峰 他說 台灣的折輪司機 指正 沒有錯 整天只會 表演 沒有錯 台灣其實也是這樣 天氣 天氣 天氣熱 對啊 我看到賣冰的生意都不錯 對啊 因為我故意撈一下 對啊 這附近有賣冰的嗎 那個 龍山寺旁邊那家叫龍都 董哥真的說過 對對對 那家開了四五十年 最近應該生意都不錯 對 因為他搬家 搬到 他本來在廣州街 現在搬到和平西路 我出來我就看一下 不錯 那裡還有一家 賣阿宜兵 賣五十年 叫懷戀 他說我如果是假的話 讓你吃免前一輩子 好厲害 我們要來囉 好 歡迎小董真心話 宜蘭縣長林之廟 昨天跟 侯友宜 他們有一個活動 兩個縣市合作的活動 那記者就堵上去 問林之廟 宜蘭地前組 再次抗告要收押你 你有什麼看我 林之廟就認了 因為他認為說 我來這邊是要辦一個活動 記者問這個 記者當然什麼都可以問 那當然有些場合是不合適的 譬如說我們台灣記者 很喜歡在編儀館 問人家一些 你們這個黨怎麼樣 那個黨怎麼樣 因為他找不到當事人 那這個當事人 一定會參加告別式 所以來管你什麼場合 那我有時候覺得很不禮貌 但是我也不會覺得不對 雖然 可能多數的民眾會覺得不對 但是因為記者他 只要逮到機會他就要問 林之廟就認了就沒有回答 然後記者就做文章 大家也知道台灣的媒體 百分之九十是輕力嘛 哎呀被問到不敢回答 我認住了 怎麼樣怎麼樣 侯友宜替他打圓場 我講一個例子 蔡英文剛當選總統的時候 然後很高興 帶著記者做專屬的飛機 他做頭等艙 記者做經濟艙 官員做商務艙 就三個艙嘛 那結果呢 飛機一飛出去先到美國 然後到巴拉嘛 結果 途中 在轉機的途中啊 在美國啊 大家就獲得消息 蔡英文的生意夥伴啊 蔡英文的生意夥伴 我用這個詞絕對精準 蔡英文的生意夥伴 中研院院長翁錡衛 被貪辱罪起訴 嚴不嚴重 中研院長全國學術地位最高 又是蔡英文的生意夥伴 那台獨罪被起訴 他是從蔡英文的那個 你要不要問蔡英文 要 可是總統府 拜託所有記者不要問 總統出來做外交 所以大家就不問啊 就被摸頭啊 你知道嗎 要是我 我不會啊 但是大家都被摸頭 所有媒體 所有媒體 包括你所謂的藍英媒體 大家覺得 哎呀不要給總統攬看 他來 弄外交的嘛 所以巴拉馬這邊參加完了 蔡英文很高興 沒有人問他 翁錡衛貪辱罪被起訴啊 飛機要回到 美國再轉機回台灣 蔡英文好高興喔 沒有人問我 而且我這趟 很風光啊 我第一次出來你看 哇 坐著專屬飛機 又帶著這麼多記者 記者每天只能報導我 等於說記者被挾持在他飛機上嘛 所以只能報導我很開心 蔡英文就出來了 出來那時候剛好 我們在討論勞工的 周休二日 記不記得一律一休 記者就跟他講 哎呀 總統我們都跟你出來 都第九天了 你看我們一天都沒休啊 跟他 跟他撒嬌你知道嗎 各位也發現了吧 你不 你蔡振武不是規定 七天要一律一休嗎 我們已經九天都沒休啊 所以總統我們都沒休啊 蔡英文就插著 要像大姐姐一樣啊 哎呀 你們要去跟你們老闆講啊 這事情喔 政府喔 是公親辯事主啊 記不記得 這一段有記者把它拍下來 為什麼 現在大家都有手機啊 啊你講話 反正總統講話 先拍了再收嘛 到時候要不要用再 再來打算嘛 先拍了至少有影像嘛 結果一下來播放 一家播放 其他家就只好播放 都有啦 蔡英文說 你 作為一個勞工 你要去跟你老闆講 不要來跟我總統講 意思就這樣嘛 我們政府要協助你們 可是我現在不能公親辯事主 怎麼變成是我的事呢 他就這樣 所以那時候被人家罵 蔡英文是冠老闆 就跟林影夢一樣 被人家罵冠老闆 對不對 那他的冠老闆成不成立 成立 勞動部已經裁結 你就成立 你這個是不當的勞 不當 怎麼要求女性員工 生理假還要提出證明 要怎麼證明 要拿什麼東西給你看嗎 各位你這樣 和 他自己作為一個女生喔 講這東西 其實讓人家很生氣 那當然因為他們是太陽花的嘛 那時候太陽花做什麼事情 媒體都會挺他 因為太陽花所有的訴求是假的 他們訴求只有一樣 太陽花訴求只有一樣就是 台獨反中反馬 那時候總統是馬杏九 他主要就是 他就是台獨嘛 反中反馬嘛 就是這樣 其他東西都是假的 都是口號 那等他們真的掌握了權力以後 他們做了行徑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可是我們這社會上沒有道理 香港人就拷貝這一套 就反送中 他們做得更夠火 他們把沒有挺他們的人 身上澆氣油點火 香港就這樣幹啊 然後全世界說 我幹得好 這全世界這些 西方這些媒體是不要臉啊 對不對 你看美國 美國這些 什麼全世界直牛耳的報紙 那個在我眼中根本是畜生啊 報假新聞嘛 就跟現在報澤蘭斯基的新聞一樣嘛 我不是說你只能 你每天指控普丁 你指控普丁當然應該 他就是惡棍啊 他親類啊 你本來就應該啊 可是澤蘭斯基有你們講得這麼好嗎 他從2015年 他們烏克蘭 殺了多少烏東的人 你們為什麼不報道 殺了多少小孩 你們在哪裡 你們不是很公正的媒體嗎 原來在你們 來講 人是有分別的 跟普丁比較親近的 那些人就該死 對不對 那些小孩就該死 是不是這樣 可以這樣嗎 全世界的價值在哪裡 我講喔 你當然可以報很多啊 今天有一個報導出來 普丁把那些 離開二國那些企業 你們怎麼可口可樂 你們在家喔 現在說既然放棄二國 你們就要走了 你們在當地是不是有房地產 通通我要把它收歸國有 哇很多人講 怎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 我不是講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 是一個反洪啊 我在講 戰爭一開始 二國也有很多富豪企業家 他們在歐洲的財產 包括遊艇 通通也被沒收 請問你們有講話嗎 我認識不聽啊 我是富豪啊 我在我二國有企業 我在歐洲也有企業啊 欸你 你跟普丁很熟悉 所以你的遊艇 所有東西全部扣押 可以嗎 沒有人講話啊 啊現在普丁說 你們這些 從我二國跑掉的企業 我通通扣押 怎麼可以這樣 共產黨 突圍 各位 你的標準在哪裡啊 原來西方國家做任何事情 都被合理化都可以 對不對 太陽 太陽花做什麼都可以 反送中拿磚頭火火把人砸死也可以 美國的裴洛西議長 國會議長說 哎呀在香港看到最美麗的風景線 欸 殺人放火整個 整個地鐵都放火下去燒 對不對 這是香港的反送中啊 大家看到 都可以 太陽花把你那邊圍起來 那邊也 旁邊也有 國宅啊 也有住 也有住戶啊 不行你們不能進住 你們進住要拿出身份證給我們驗 證明你們是 住民才可以進去 你什麼東西啊 這種叫 王叉蛋 畜生中的畜生啊 太陽花是不是以前畜生 是啊 你憑什麼我住這裡啊 各位 我們每天講 因為他有更高的價值 他有什麼價值啊 他價值就是反中反馬 然後包裝成好像都愛台 民進黨太陽花 這些人 你最後都可以證明他台肩嘛 他們就是一群台肩好不好 嘴巴都講得很漂亮 全台灣最大的桃肩 台肩都在這裡 這些人 嘴巴都講得很漂亮 因為他掌握媒體嘛 他掌握司法 所以他講話比你大聲 哇我們就怎麼樣 然後年輕人七隻肉 哇怎麼樣 啊怎麼樣 能夠怎麼樣 你又能夠怎麼樣 你現在靠網路 全世界同情你 可是普丁 的飛彈的炮火 他沒有停息啊 他在網路上輸你 可是他在武器上贏你啊 那你最後失掉的生命是誰 當然啊 不會是哲倫斯基和他的家人嘛 是很多小孩子無辜嘛 很多老百姓嘛 那你說這老百姓怎麼辦 怎麼辦 那你們選錯總統 這個總統每天要跟人家挑釁啊 對不對 整個國家死這麼多人 成就了他的英雄啊 他現在是這樣啊 你做一個國家嚴守 最簡單的事情 要讓我的老百姓 生命財產獲得保障 而不是 你們 沒有生命沒有財產 然後我變成英雄 不是這樣嘛 對不對 如果有狗人死 那我要第一個死 我要第一個上戰場 這才 這才是那個 今天不是自己躲起來 然後每天做網紅 哇 要求你美國 獻揮 要求你英國提供什麼 哇你們世界上要給我什麼 不然我就在節目上控訴你們 各位 你天下有這個道理嗎 人家不幫你打仗 那是天經地義啊 對不對 人家不要去挑釁 變成俄國的主要 報復對象 那也是他保護他人民的一個 一個表現啊 啊你要把他惹麻了 他萬一打兩個到你的首都怎麼辦 現在週際會戰誰打不到 很多人講 哎呀他們會被攔截或什麼 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他的極速飛彈你要怎麼攔截啊 你看到都是傳統的戰爭啊 但是當然我們講這個東西 你要知道生命非常可貴 我 我的道理是很簡單 我告訴你說新聞要平衡 要真實啊 就是說你 你以為你們過去用這個可以打贏顯戰 贏得民心 但是最後 最後你抵擋不了 你知道普廷現在的 在俄國的聲亂更高 你知道嗎 但是不太平衡 對於是 然後我給予你的 好嗎 是 我可以找到 我可以找到 你呢 我可以找到